屏東需要高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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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需要高鐵 本縣也希望可以去推動 高鐵南延的一個部分 在明年度也會積極的 在持續跟中央爭取之外 我們也會配合相關的一些配套措施 可以南延到屏東之後 可以銜接公路系統 原本的公路系統 還有轉運站的一個系統 去打造屏東 在我們不管從鐵路 或者高速鐵路 還有我們的公路 到達到屏東之後 可以去做一個更方便 透過六大轉運程 可以做一個更方便的轉乘 南到北的距離會越來越短 往返到墾丁 也會是縮短很多的時間 像北部的車友 他們如果想要去墾丁騎車 或是要去台東 他們等於很遙遠啊 所以別人在花時間 從新左營再搭台鐵到屏東 那我現在在屏東當兵 現在來屏東很不方便 我是台北人 但是我在屏東工作 對 會覺得其實 如果能直接到屏東會很方便 去北部玩也不用花那麼多時間 目前就是只有火車 然後還有客機 可是我覺得 你如果真的是很靈機要有行程的話 我覺得這樣是非常不方便而已 又可以帶動觀光 又帶動經濟的發展 促進發展 你講到教會方便 一個轉運站的一個系統 去打造 那第三个部分的话 主要是潮州的部分 那潮州的部分 也是配合铁路高架化 第四个转运站的话 是东港 那东港转运站 也是配合我们蓝色经济 跟小琉球这个部分的一个发展 第五个转运站 就是恒春 那恒春的话 也是配合恒春地区的一个 官方的一个部分 如果是要到墾丁 我们也可以透过火车 我们已经到达到潮州之后 我们也透过潮州的一个转运站 也可以接着我们的公路公车 就可以直接到恒春转运站这里 那接着就是搭我们的市区公车 旅游到我们的恒春半岛的旅游 为了方便我们的县民 旧衣 还有我们的一个观光 对外的一个交通 所以我们在今年度呢 106年度也打造了 三条的一个跨域公车 那第一条的一个跨域公车的话呢 是从平北 平北到我们的高铁站 第二条的话 目前就从我们的潮州 到一个我们的凤山的一个转运站 那第三条的话呢 就是屏中的部分 直接到我们的小港机场 这个是我们明年度很重要的一个 三大跨域公车的一个规划 三大跨域公车的一个年初 大家梦 应该长宫时就像 是本能的一样 独立下的一个高级 很糟in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